尊敬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长辈 以及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 能够再次来到沈阳 和大家汇报 我学习传统文化的感受和体会 大家也听到了 老师上午对我的课程 有个简单的介绍 我叫胡斌 来自甘肃省兰州市 今年22岁 曾经是被十三所学校开除 但是我现在的工作 是义工 全职义工 做了一年了 所以我在每次汇报的时候 有很多长辈 老师同学 就很吃惊 很惊讶 就是想不通 为什么是曾经是一个那样的学生 今天会做义工 真的是说来呢 我也觉得很神奇 但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么一本 弟子规 这么一个小册子 一千零八十个字 三百六十句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以前有没有学过弟子规 了不了解弟子规 我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 我没有人教过 老师没有教过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听过 三字经 三字经 偶尔听这个 有身边的人会提到 弟子规 我从来都没听过 而且在我学习弟子规 和这个传统文化之前 弟子规 传统化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 那就是糟粕 落后 迷信 在我的眼里 在我的价值观里 就是这个想法 老师也说我 说我是八零后 九零后 这一代人呢 这两代人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 都是在这个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 长大的 所以我呢八零后 我从小的价值观和想法 也都是西方价值观 包括上学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的妈妈呢 为我上学 那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太多 付出了太多心血 我呢从小 也是这个从来就不听话 也讨厌上学 讨厌学习 每次给我转学呢 在这个学校就不喜欢 就侮辱老师 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在这个学校 老师对我 其实都已经很好了 对我都没有其他的要求 就是你胡宾啊 只要能坐在最后一排 因为我经常捣蛋嘛 捣乱 然后我坐最后一排 告诉我说 老师啊就对我说 说你坐在最后一排 睡觉就可以了 但是我连这点都做不到 而且到哪个学校呢 我妈妈给我转了13所学校 到哪一所学校呢 都是这个抽烟 喝酒 打架 逃课 矿课 侮辱老师 而且西方价值观里面 大家也知道 西方价值观里面 有一点叫平等 后来我听老师讲了 就讲得很对 那种那种肤浅的 学那种西方肤浅的平等 就是只看到表面了 你是可能暂时 而是得到平等 但是你会丢掉 很多你都挽回不了的 很多会做很多 让你后悔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这种平等 我也不懂 而且我还认为我挺时尚的 我管我的这个爸爸妈妈 从来都不叫爸爸妈妈了 这是我学完弟子规 我之前管我的 管我爸爸叫保姆 叫小胡 叫姓胡的 管我妈妈直接叫名字 什么时候叫爸妈呢 自己有困难了 要钱了 才勉强的叫一声爸 叫一声妈 那个爸爸妈妈还叫不全 爸爸妈妈 从我的嘴里出来 就那么困难 我那个时候 我真不知道这是错的 我还以为我时尚呢 我说你看我多潇洒 我管我爸爸叫保姆 管我妈妈叫名字 我们多平等 没人教过 所以呢 我的妈妈就管不了我 因为我认为这是平等的嘛 老师也管不了我 没有一 就我们家谁都管不了我 我的妈妈为了找我 为了这个 找人这个开导我 做思想工作 那不知道找到多少专家 从来没听过 妈妈对我一句批评的话 都不可以 我那时候在家里啊 我妈妈一说我一骂我 我就抱一摞碗 抱一摞盘子 你说一句我就咋一样 提什么咋什么 我堵得我妈妈一句话都说不了 在我小的时候 因为家里条件还可以 妈妈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后来 我妈妈她没有时间了嘛 她没有时间去 打理她的生意 她把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都放在我身上 全部都放在我身上 去给我上学 给我找学校 给我找领导 找校长 我三年级开始就被学校开除 我为什么今天是被13所学校开除 就是因为我们兰州市的好学校 我妈妈给我转变了 最后没有学校要我了 我的这个上学 我妈妈整天都得提着离皮 到处去找人 去求人 所以我那时候不理解 后来 转学 还没有转过去 这个校长就发话了 呼变我们学校不要 这兰州 这兰州没学校要我了 我的老爷啊 我的外公 老爷 一辈子没有为谁低过头 但就为了我这个外孙子 因为我是长孙 在爷爷家也是长孙 我的老爷就被校长 低头 说请你收下 收下我外孙 在你这里上学 好不容易把我收下 上学 不到一个月 又被开除 后来回到兰州 我的爸爸和全家人啊 带着我去了爷爷家 我的爷爷爸爸 又找了一所学校 请校长吃饭 帮我收下 不到半个月 又被开除 我是 我这个导弹啊 就是在课堂上啊 我自己不但不上课 我还要影响其他人 我还要把半个 就是一半的同学 一个班级 一半的同学 都要带出去玩 逃课 大家也都知道 九年是义务教育 这是国家规定的 但是我最后没有学习要我 我连初二都没上来 就是八年级都没上来 校长 宁可破坏国家规定 都不肯收我 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了 我就回到家 我妈妈就对我讲 儿子 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 你自己想清楚 但是我那个时候怕 我还想 哎呀 我终于可以不上学了 我说我这么闹 这么折腾 我就是 就是不想上学 但是我妈妈 她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个时候 她也没有学我传统文化 她也不懂 她就认为 给我穿好的 让我坐好车 上贵族学校 就是对我好 所以我妈妈的时候 我在这种学校里 我就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这种学校吧 我之前去的这所学校 其实也就是物质条件好 九几年呢 可以看这个DVD光盘呢 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三年级 我就看这个 古惑仔 看英雄本色 看打打杀杀的 这一类的片子 电影 这些电影对我的影响 特别大 三年级 就看这个 老师也不敢 我们同学都在教室里看 老师不管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小我的价值观里面 我就认为 哥们最重要 朋友最重要 兄弟最重要 讲义气 就是为了 为了同学 为了朋友 可以打老师 可以骂父母 我们在课堂上 那真的老师 我的老师啊 几乎是天天 天天请家长 见了我妈妈就哭 见了我妈妈就掉眼泪 没办法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不上学了 我妈妈就让我去吃苦 让我去干嘛 让我去卖报纸 让我去打工 我说卖报纸 也挣不了几个钱 咱们家也不缺那几个钱 你为什么就让我干这一切 我妈妈就是不说 但是我那时候就 和哥们在一起 你给我 让我去打工 让我去卖报纸 我肯定不干 我也嫌丢人 我就跟哥们在 认为哥们好 就整天和哥们在一起 吃喝玩乐 而且经常去打架 去英欧 有的时候还会去砍人 传统文化呢 里面有两个字 叫赶招 我不学之前吧 我真的以为 这个赶招啊 赶硬啊 在我的心里面 全都是迷信 但是我学完之后 我才发现 一点都不是 只是我之前不懂 我经常去学校做汇报 很多同学也听不懂 这赶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就给他 给同学们 打了个比方 我说一个学校 或者一个班级 那些学习好的同学 周围都是那些 学习好和爱学习的 调皮导弹不听话的 周围都是那些 调皮导弹不听话的 这个就叫赶招 一点都不是迷信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啊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去跟人家打架 我去打人 我去砍人 我就不知道 我有一天会被人打 会被人砍 这是必然的 我就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自己造成的 我那时候还在说 我就特别想不通 我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为什么我周围的人 都是犯罪分子 都是社会的人渣和败类 为什么我周围的人 都是不孝子 我不知道 没学过吗 所以那时候不懂 就跟着这些 所谓的兄弟朋友 整天打架 整天胡作非为 经常打架 就经常会受伤 会流血 我妈妈看到就非常担心 经常要么就是 脖子上又挨了一刀啊 要么就腿上又挨了一 挨了一砖头 都是这样 身上经常是伤口 流着血回家 我妈妈就发现不行 再这样下去 很有可能命就没了 我妈妈就想尽一切办法 先让我离开兰州市 先把我从这个环境当中抽出来 但是她也没办法 我妈妈了解我 她知道我想一起 我有一个朋友啊 正好在这个国外 在澳洲 她说 我妈妈说 我给你给一些学费 你去北京学习 学习完回来 我就让你去北京 我就让你去澳洲 找你这个朋友 当时我就为了这条 我就答应就去了 但是去北京呢 根本就没有学习 把这些钱全部挥霍掉 挥霍掉之后就着急了 就到处去找工作打工啊 打工 在打工的这个时候呢 我那是找了一份工作 一个月的工资 是一千块钱左右 但是我从小喜欢玩游戏啊 而且这个和哥们一起 大吃大喝习惯了 我就突然发现 这一个月一千块钱的工资啊 它满足不了我 不够我花的 而且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 要学历没学历 出二都没上来 要技术也没个技术 要特长也没个特长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不走歪门邪道 如果不干缺德士 我就挣不了钱 我说你让我打工 一个月一千块钱 你让我挣到什么时候去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想法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呢 我就又接触上一帮朋友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是我这种价值观 我虽然什么都不会 我虽然也没有学历 但是我就要挣很多钱 老实说的心浮躁 不安定 所以我的时候 就又接触上一帮社会人员 就是所谓的犯罪分子 我和这些人开始在一起了 他们都比我大 三十岁以上 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就开始呀 使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 在这个黑道当中挣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很多朋友都喜欢赌博 在这里面挣钱 他们都赌得很大 都有钱 我刚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终于有钱了 我终于没人管了 我终于自由了 西方价值观 那个时候 我之前就是这样 包括现在很多同学和我交流 很多我的同龄 同龄人和我交流 他们都是这种想法 西方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 就讲自由 讲民主 讲没人管 我那个时候就这种想法 我终于没人管了 我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且我还不用为钱发愁 所以我就开始 有钱了 我就肆无忌惮地上网 想怎么玩 怎么玩 那我玩游戏呢 还可以 不差 我玩游戏呢 我经常去的那几个网吧 打游戏 没有一个人能打过我 网吧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就那正常的顾客 我都不认识他们 但是我一进网吧 人家都给我打招呼 都知道我是谁 而且能玩到什么程度 那个游戏开发商 就把我经常去的那个网吧 给承包下来了 承包下来不让别人玩 承包下来请我 免费去玩他的游戏 那时候他都知道我 但是我那个时候吧 特别傲玩 谁都看不起 眼睛长在脑袋顶上 我不但不玩 我还把他开发商骂了一顿 我说你这个没钱的 我还看不起 我就要玩这个花钱的 我说你把网吧包下来行 你包下来我就回家玩 我每次在家玩 也很疯狂 每次玩游戏之前 先去这个超市大购物一次 买购一个礼拜吃的这些零食 用车拉回来 把这个零食塞到我的冰箱里面 把冰箱搬到我的电脑旁边 一坐就一个礼拜 眼睛都不眨一下 玩得我困得这个眼睛实在睁不开了 我睡觉 我给别人钱 让别人帮我玩 而且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不允许任何人给我打电话 特别是我的爸爸妈妈 给我打电话呢 我就砸手机 我妈妈那个时候几乎是天天给我打电话 天天打 我就天天砸 我自己摔掉的电话 我自己现在已经数不清了 我妈妈为了找我 不知道用了多少方法 打电话砸手机 从来没接过 发信息不回 写信啊 我也没回过 但是那个信我现在一直都保留着 而且我妈妈 她不会上网 她为了 她知道我上网 她就学着上网 找我 给我发邮件 我也不回 最后逼得我妈妈从这个兰州 跑到北京来见我 我连面都不见 这就是我学的西方价值观 自私自利 我挣钱最重要 我玩游戏最重要 爸爸妈妈 家里的亲人 你全部给我靠后 我不是说西方的东西没有好东西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受到的影响就是如此 我那时候还学那些成年人 现在很多家长都担心青少年早恋问题 我那时候也有 我带的那些所谓的女朋友 天天买衣服 天天买名牌 那用的那化妆品全是进口 那名字我都叫不上来 还经常天天进出这些高消费场所 KTV夜总会低听 喜欢夜生活 西方价值观 晚上不睡觉 我就是进去以后 我就感觉自己就 欲望 欲望膨胀 就是为了给那些长辈炫耀 你们看一看 你们能干的 我也能干 你们能玩的 我也能玩 而且我那时候还跟着我一些朋友 去这个北京的环路上去飙车 那个速度很快 140脉 车多的情况下 140脉 在那个车流当中来回超车 就是改装过的那个赛车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去那个郊区 北京郊区有那个山路 有那个小山丘那个山路上 去练飘移 玩飘移 长辈可能不懂 年轻人都懂 就是那个下坡的山路啊 急速拐弯 不踩刹车 车体横向前行 车横着走 但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速度啊 包括那么危险 在那个山路上 下坡山路 那个速度 那个只要一出事故 那就是要命的 最青年是个残废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真没有想过 我就没想过我的爸爸妈妈 我就没想过我自己碰残废了 怎么办 没想过 就是这种错误的价值观 可以把我的心 变得这么丑陋 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 叫非圣书禀物事 必聪明坏心智 就是对你有影响 对你有污染的这些拉键 你不能听 你也不能看 你听了 你看了 他就会蒙蔽掉 你一个人的聪明智慧 他不但蒙蔽掉你的聪明智慧 他还会蒙蔽掉一个人的良心 我的时候就这样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 那一点点短短的欲望 命都可以不要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没学弟子规 我糊涂了 我不知道人的欲望 是根本就没办法被满足的 古人讲过 欲是深渊 他根本就满足不了 而且呢 我那时候做了 就是很多我现在看来都 我自己都觉得不理解的一些行为 就是老师上午也讲了 我拿这个钱点烟囚 我为什么会拿钱点烟囚呢 电视教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电影明星啊 有这么一个镜头 他拿这个钱点烟囚 这个镜头在我印象里面特别深 我有了钱 我就这样想呢 你能拿钱点烟囚 我也能拿钱点烟囚 他那个是拍电影 他拿的肯定是假钱 我拿的是真钱 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七张 七张那个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把它叠成扇形 把它叠成这样的扇形 用打火机 点着这七百块钱 用这七百块钱 点一根烟 最后 把这个钱烧得干干净净 一个脚都不剩 我才觉得我痛快 我才觉得我人生没有白来一趟 这就是我学的西方价值观 有钱都是老大 就相信钱 我那时候也在想 一个礼拜都是 一个礼拜是七天吗 我就在想 我就希望我以后 每天每个星期 都能拿钱点烟囚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 我身体就得了一种怪病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沾上这种病 就是身体以下 脖子以下 整个身体 开始痒 那个痒 那痛苦到什么程度 在这个大众场合 白天呀 人多的时候 我就得咬着牙忍着 一回到房间 我衣服一解开 一直就得抠 一直挠 一挠就挠一两个小时 一直抠到流血 皮都挠烂 就止不住这个痒 一直流血 就还是痒 我天天往医院 跑北京的那医院 这个医院这么说 那个医院那么说 我问大夫 我说这是什么病 大夫告诉我 说不知道 就知道给我开药 吃的药 洗的药 抹的药 擦的药 全部都用过了 没有一个管用的 这个皮肤上 他也看不出来 他也没有疮 也不烂 也没有包 也不流脓 就这样 后来我们 我看我们团队 有三个老师 跟我这个状况一样 他们也是喜欢 叶总会 喜欢KTV 也是喜欢这种 交涉淫逸的生活 他们和我的这个 病是一样的 就是痒 抠的流血 皮都脑烂 和我是一个痒 这个就是老实讲的 作用力 反作用力 那时候我不知道 不懂 报应 他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那时候不懂 老师就对我 后来跟我讲 人生无偶然 人生没有什么事情 是偶然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妈妈 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儿子 你回来吧 我给你找了个 好工作 工资 收入也很高 工作也很稳定 就是09年的年初 当时我就回来了 但我回来呢 不是为这个信息回来的 我就想着 为了哥们 我家里的哥们 六年都没见面了 我就想着见他们 想着给他们炫耀 我挣着钱了 当时我就回到兰州 回到兰州 第四天 我的妈妈 才知道我回来了 她说儿子 妈妈知道你回来 兰州已经都四天了 你为什么不来找妈妈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呢 从小 从我开 从我小的时候 就大家吵架闹离婚 他们是分居的 22年了 我现在学问弟子贵了 我一点都不恨他们 也不怪他们 爸爸妈妈呢 他们是长辈 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他们有他们的苦衷 我没权利 也没资格 去过问他们这些事情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我是想说什么呢 虽然我现在 不恨我的爸爸妈妈呢 我不怪他们 我不恨他们 但是我就想说呀 这件事情 对我的影响 永远都没办法挽回 对我的伤害 所以 我那时候就想 哥们最重要 带着哥们 整天吃喝玩乐 就带着哥们 吃喝玩乐 消费去了 我妈妈说 不来找他 凭什么找你呀 我电话又砸了 不到一个月 把身上带那点钱 全部就花完 花完之后 着急了 没钱了 我妈妈又联系到我 说儿子 直到你没钱了 你来妈妈这边 妈妈给你钱 当时 其实我后来 我说妈妈 我说我现在 就钱花完了 我说我现在 连一块钱 坐公交车的钱 都没有 怎么办 我妈妈说 过来接我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感觉到了最后 肯帮我的 没有抛弃我的 也就只有我的爸爸妈妈 只有我的父母 后来啊 后来我是听那个中央党校 有个刘玉丽教授 他讲传统话 四书五经里面 有一部经典叫大学 这个大学里面 有一句话 叫祸被而入者 亦被而出 我又不懂是什么意思 没学过 刘教授就对我讲 说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你的钱 你的财富 是不正当的手段来的 一定是不正当的手段走 我当时一听到这句话 我又想了一想 我过去的六年 真是这么回事啊 宁可收钱 都干不了一点人事 我这样的生活 我在北京过了六年 我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妈妈 没打过一分钱 收钱 我把我的爸爸妈妈就忘了 所以我的时候 因为之前没学过嘛 不懂了 我的妈妈说过来接我 我就 她就过来接我六年 没见我了 想我 当时她就领了我的手 是在马 当时是在马路上 她就牵着我的手 我一下就把我妈妈就甩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 我妈妈给我丢人了 这就是我之前的价值观 我现在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 孩子啊 这个儿子上名牌大学 他有学历 现在很多校长 包括很多老师家长 都注重孩子的分数 这个孩子是有分数 有学历 名牌大学 爸爸妈妈花了一身的心血 把她送到这个名牌大学 供到这个名牌大学 上大学妈妈看不到她 想她 给儿子呢 就包了 包的这个粽子呀 走路 赶了几十里路 爸爸妈妈都是省吃俭用 舍不得花钱 就是为了供她 然后包的粽子走路 赶了几十里路 给儿子把这个粽子送到学校 儿子把妈妈堵到学校门口不让进 就是怕妈妈给自己丢人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 还是像老师上午所说的 她上大学 敢把妈妈堵到学校门口 等到哪一天她有家庭 她有媳妇了 她把你堵到家门口 那就是正常的 她有学历 有分数 所以我那时候都不懂 我就 我就一下把妈妈甩开 我就去到我妈妈那边 她说你不就想要钱吗 行 我给你钱 但是有个条件 我给你放一个光盘 你只要肯把这个光盘看完 我就给你钱 让你回北京 我当时一想 我说行啊 一个光盘一两个小时 我咬着牙 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妈妈就把这个光盘放进去了 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 没有用心看 但是看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句话让我听到了 他说人的命运 是可以改变的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就有反应 我就想我自己 我说今天的我 真的是为所欲为 真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真的是没人管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 一点点幸福和快乐 一点点都没有 我说我怎么这么痛苦 我不知道我走到今天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妈妈 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改变吗 她说真的可以改 只要你想改 我说我想改 我妈妈说好 你想改 你就接着看 光盘都会教你怎么改 接下来这个光盘 再也没有取出来 后面的光盘 我整整看了三天三夜 饭都不吃 就是这个 第一次回言 我看完之后 我一下才明白 哎呀 原来我做的不是人生 原来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原来我活错了 方向错了 我就对我妈妈讲 弟子会看完了 我就记住第一句话了 父母乎应无还 父母命行无来 我说妈妈 什么都不说了 从现在开始 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呢 我的妈妈就说好 你有这个态度啊 咱们就好办了 他说你现在的 去骑着自行车 穿着工作服 去进老院做义工 他说你不是想改变命运吗 你之前不是喜欢坐好车吗 现在就让你骑自行车 你之前不是喜欢穿名牌吗 现在让你穿工作服 让你去进老院做义工啊 这一马路上 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 现在是这个样子 你想改变命运 就要把你那个头低下来 当时我就对我妈妈讲 我说 我说弟子归是好 我是应该学 但是你得讲现实 我说现在的人都讲现实 讲实际 就讲钱 讲力 我说我学弟子归 你能让我得到什么好处 我妈妈说你想要什么 我说简单的 我学弟子归 你能不能让我有一个好工作 我学弟子归 你能不能保证我像北京一样那么有钱 我妈妈告诉我两个字 可以 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理解 我说你为什么就和别人不一样 我说你看看我周围 有哪一个爸爸妈妈 让自己的孩子去吃苦 去做义工 现在的爸爸妈妈都着急 让自己的孩子去挣钱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一样 我妈妈说 你要是想得到你所提出来的条件 你就去做 你就一定能得到 我当时我就真去做义工了 但是 我为什么去做义工呢 我从小对我爸爸妈妈的态度 就是推翻和对立 我为什么去做义工 我就是为了推翻他这个理论 在我的眼里 弟子归是落后糟粕迷信 什么年代的 你还给我学这个 我就是为了推翻他的理论 我就不相信 我根本就没想到 弟子归能给我带来什么 所以我当时我就真去 进老院做义工了 我说我去做义工了 做完以后 你说的这些不成立 你也就拉倒了 是吧 你也就死心了 我当时是这样想 所以当时我就去 真去进老院 当时我骑着自行车 头都不敢抬 觉得丢人 但是现在我做义工 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骑着自行车 到了进老院 到了进老院 大家都知道 进老院都是爷爷奶奶 很多事情 我也不会干 但是我一进到进老院 我就想起弟子归的一句话 弟子归有一句话讲 极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亲自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你自己有能力啊 尽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我一看别的不会干 我说我一看 我能干这个 这个倒垃圾 我可以干 倒脏水 搬砖头 极有能物自私 这个我能干 所以到了进老院之后 这些活全部都我包了 不让爷爷奶奶干 几百个爷爷奶奶 就我这么一个年轻人 所以在进老院 刚开始 刚开始做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是爷爷奶奶 带大的 和爷爷奶奶感情很深 但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 过世了 我就特别怀念他们 但是到进老院的时候 这些爷爷奶奶 我干活的时候 这些进老院 进老院的爷爷奶奶 对我 就和我的爷爷奶奶 对我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我特别奇怪 那种感觉我好多年都没有过了 就是这种力量支撑着我 做完第一个月 义工 刚做到一个月的时候 就突然有人来找我 来找我干嘛 给我找工作 说 胡斌 你来我们公司 我们掏钱 我们掏钱 让你学这个技术 学完之后 聘请为我们公司的什么什么职位 当时我就不相信 我根本就 我根本就没想 我就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事 我就问我妈妈去了 我说妈妈 有这样一个事来找我 因为我 从学弟子归 从学弟子归开始 我妈妈连工作都不要 辞职了 全程守护着我 怕我出一点点问题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妈妈 有这么一个工作怎么办 我妈妈说 你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去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说你让我舅舅去 我舅舅正好没有工作 我说你让我舅舅去 我正好也看一下 有没有这么回事 我舅舅去一个月之后 人家真上上班了 还真理上工资了 我那个时候 就突然发现 我22年 终于做了一件人事 给舅舅找了个工作 我的大舅流着眼泪 对我说 我都没想到 今天还能沾你的光 第一次 而且 就是紧随其后的 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 好工作来找我 我做梦都没想过 那么高工资的工作来找我 我想不通 我就问那些叔叔阿姨 那些总裁 那些董事长 我说叔叔阿姨 现在外面那么多大学毕业生 都找不上工作 你为什么来找我这样一个人 那些叔叔阿姨就对我讲 说第一 你妈妈这个人 做人正派 做人品德好 我相信 我妈妈呢 我相信我妈妈呢真的 她做人 从小在我眼里特别爱帮助别人 但是我之前就不懂 我感觉就是傻 包括我妈妈周围朋友 我的爸爸都经常说 你哪 怎么就那么爱多管闲事 你怎么就爱帮助别人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我为什么能学弟子鬼 全是我妈妈修来的福气 所以 他说第一 你妈妈做人品德端正 再一个呢 说小伙子 我们在这里观察你好长时间了 因为靖老院的这些爷爷奶奶子女啊 就是他们 都是这些真正就是成功人士 有这个都是大企业家 很成功的人士 他们这些爷爷奶奶就把 就给自己的儿女说 哎呀 我们这个靖老院啊 靖老院啊 有个特别好的小伙子 做义工特别好 你赶快来把他 把他叫到你们单位去上班 这个小伙子太好了 所以这些时候阿姨 就去靖老院看我 就观察我 他说我们在靖老院 观察了好长时间 说我们发现 你在这里做义工啊 一分钱不要 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 做义工 你都做成这个样子 那给钱的 开工资的就不用说了 我不找你 我找谁 人家就这一句话 我就才明白 哦 原来我做好人 我也能挣钱 我也找到好工作 我22年白火了 我不知道 人生还有这么一条光明大道 给我走 我真不知道 让我想不到的是什么 就这些工作来找我 这个消息 怎么就不知道 就传到那些爷爷奶奶的耳朵里 那些爷爷奶奶拿着自己的从款 往我妈妈那里送啊 给我送钱 我当时我哭笑不得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我心里特难受 憋得慌 我说我付出那么多 牺牲那么多 我绞尽脑汁想得的东西 原来这么简单 我说我活到22岁 我今天22 我说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现在才明白 22年白火了 但是我妈妈很有智慧啊 她知道啊 在这个时候不能让我受一点点影响 送钱的 找工作的 还有很多给我介绍对象的 全部都被我妈妈 就是拒绝了 全部都不接受 当时我也明白了 一下就明白 原来钱不是最重要的 原来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我那时候在金老院做义工 那些爷爷奶奶 整天啊 回到这个 回到家里啊 装了一些瓜子 装一些花生米 拿一个苹果 从家里拿了 装到自己口袋里 去到金老院 一进到金老院的大门 就问我妈妈 我妈妈姓雷啊 雷锋的雷 就问我妈妈 小雷啊 我孙子今天来了没有 我给他装了几个花生米 装了几个糖 我可以 真的 我可以这样说 之前呢 山珍海味 我也吃过 那些东西我也见多了 爷爷奶奶给我拿的这些东西 虽然不值几个钱 在别人的眼里可能也不值钱 但是这些东西 在我的心里 无价的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感觉被人尊重 是什么感觉 我以前不是这样想的 我以前 我是 我以前 我说 我说现在 有钱人家才看得起 我错了 我都是穷光伴 骑着破子影车 穿着工作服 这些爷爷奶奶这样对我 我真的 我在外面 那是上班的 那是人家给我开工资 我是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我在金老院做义工 做了四个月 我整天干最脏 最累 最苦的活 而且我有的时候 还要往里面搭钱 我没有迟到过一天 为什么 心里都踏实 我那个时候才明白 什么叫个快乐 所以从做 从做弟子柜开始 每天白天做义工 晚上六点回家 就和我妈妈聊天 我以前和父母 现在很多年轻人 和我一样 跟父母有距离 没话说 我也一样 但是我学完弟子柜之后 下午六点一回家 一直聊天 和我妈妈 东北人咱们这边 叫唠嗑 天天聊天 聊到凌晨一两点 四个月 天天晚上如此 说不完的话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妈妈 您为什么 就没有放弃我 您为什么 就让我学弟子柜 您为什么 就相信我 我还能回头 我说我身边的朋友 爸爸妈妈 已经不管了 有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有的是刚进去 有的是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 有的是已经被枪毙了 十九岁 我说您为什么 又没有放弃我 我妈妈就对我讲 说儿子 他说我是坚定地相信 你一定能回头 但是让我不敢相信 就这么快 三天 我说妈妈 我说我妈妈给我规定了 她说儿子 她说你规定 你最早可能也要三十岁 才能回头 最早三十岁 我说 我说那我三十岁的时候 如果我三十岁改不了 怎么办 她说那就四十岁 我说四十岁 我还不回头 怎么办 我妈妈说 那就五十岁 我说妈妈 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 您都老了 我妈妈说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不会放弃你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就给我妈妈跪下了 我说妈妈 当初我那么不孝顺 我出去怎么就没让车喷死 我都没有脸在这个身上活着了 我还在外面跟她讲一起 消极地讲 不爱激情 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 你连你的爸爸妈妈都不爱 生你养你的人 你都不爱 你能爱谁 你能对谁好 你对别人好 你爱别人全都是假的 我说我连我的妈妈都不爱 我说我 大家也都看到 投影都会放在那个贵羊土 我看到那个羊啊 在喝奶的时候都是跪着喝 那是羊 出神 羊能做到今天的我做不到 我在外面跟她讲一起 弄这些没用的 我说妈妈 儿子没学弟子贵 我连我生日是哪儿来的 我都不知道 真的 我就不知道 妈妈在怀着我的时候 肚子大的时候 一个觉都不能睡啊 就怕压到我 不能睡一个安稳觉 等到我生我们的那一天 等到生我们的那一天 那么痛苦啊 那么疼 那么疼痛 我之前生日干什么 一到我的生日 吃喝玩乐飙车夜轮会 我说妈妈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要 我的生日 我也不要蛋糕了 我也不要请朋友了 我再也不要宴会了 我的生日 我就给您磕头 感谢您22年 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的生日 我妈妈的生日呢 我就给我姥姥磕头 感谢姥姥 给我一个好妈妈 我对我妈妈的感激之情 我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老师讲得很对 我有罪啊 我是个罪人 我那么不 比起爸爸妈妈 对我们的付出 我磕个头 洗个脚算什么 九牛一毛 我折腾我妈妈22年 到现在才会磕个头 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我的爸爸 在我这次来的时候 我因为现在做义工 长年不能回家 我出来已经半年了 我这次回来 出来的时候 我的爸爸 请我们一家人 请我们一家餐口 吃顿团圆饭 而且到吃饭的那一天 特别有诚意 一天打了几十个电话 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 早上就在打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什么时候去 晚上就在等 一直到下午又问 你和妈妈到了没有 你们到哪 等到我和我妈妈 到酒店的时候 我爸爸在酒店 那么多人啊 都不认识 在酒店大厅 流着眼泪 我爸爸五十岁了 对我妈妈讲 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还能把儿子救回来 就凭你把儿子救回来 我们以后再也不离婚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弟子贵 但是我就真没有想到 他还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说之前我 我那个想法我想了 我说现在 不可能去白白去帮助别人 我要去帮助你 我要去做好事 我要去做善事 我不就傻了吗 我不就吃亏了吗 既有能物自私 人所能物亲自 就这一句话 我换回来的就是这些 我一点都没有吃亏 所以我 我真的 我妈妈问我 弟子贵怎么样 我说真的 我小看他了 就那么几个字 我这才用了几个字 我发现的这才是 冰山一角 九牛一毛 我妈妈就对我讲说 儿子 你今天的命运真的是改变了 你承不承认 我说这个还真是 我曾经是不喜欢学习的人 我现在喜欢学习了 我曾经是被十三所需要开除的学生 但是我今天走到哪里 人家都管我 叫老师 我很惭愧 我做得很不好 但是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 我最起码现在不去危害社会了 我说这个妈妈真的 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 我妈妈就对我讲 说 儿子 你的命运改变 有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老实讲的 那个种子 那个种子 有个最重要的原因 你知道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我妈妈就对我讲 说你看这个 命运的这个命子 是上面一个人 中间一横 下面是一个扣手的扣 就是人 你只要一低头 你只要一认错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我妈妈和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让我当初低头 真有智慧啊 中国古人的就这么一个字 就有这么深的道理在里面 我之前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了 但是我现在就会 我们呢 有这样的中国老祖宗 有这样的古生献献 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最后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这个弟子归让也讲 能亲人无限好 得日经过日少 我现在学弟子归了 改好了 我身边很多长辈呢 大家也都能看到 都是电影明星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教授 博士 企业家 书法家 画家 和他们在一起 和这些长辈在一起 我能学到好多东西 真正 能有助于我增长德行 孝顺父母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汇报的 这个就叫感召 你能说他是迷信吗 能说他是迷信吗 我之前不懂啊 你看我周围之前是什么样的朋友 犯罪分子 还有杀人犯 还有这个全都是坑蒙拐骗头 全是做坏事 全都是这些人渣和败脸 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你的环境差 为什么你的朋友坏 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对不起你 很简单 就是因为自己心怀了 我自己改过来 朋友都能换了 都能换成这么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所以一点都不是假的 不是迷信 也不是落后 所以希望 大家呢 一定 对弟子会有信心 最后呢也是 我 这个 讲自由 讲没人管 我换回来一些东西 这个呢 是 我们老师呢 从这个网上下载下来的一篇资料 电脑对人身体的伤害 这上面有二十多条 因为玩电脑 得的疾病 二十多条 我全都有 一条都没落 我现在找谁去 我的眼睛 这上面有太多了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的眼睛 严重的 计时加三光 我连第一排的观众都看不清 我妈妈给我配眼睛 不喜欢她眼睛 我的脑子呀 我的记忆力 严重渐退 刚说过的话就忘了 刚做过的事情就忘了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那个注意就集中不起来 痛苦得很 没到我这个地步的人 真的提供不到 我现在有多痛苦 干人设都干不了 大夫由我检查出来 我现在有颈椎病 腰椎病 我二十二岁 现在全是这些病 大夫中医 给我耗脉 拔脉 检查身体 说我现在 二十二岁年龄 连六十岁人的身体都不容 我有的时候站都站不住 像我现在汇报一场 我的身体就 就会难受很痛苦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上面汇报 我经常坐不住 我就希望各位长辈 领导多多原谅 因为这个 所以我就是想希望更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不要再走我这样的弯路 我现在后悔了 但是后悔没有用了 最后呢也是我随便写了几句话 也是我们老师让我对这个弟子规 进行几句总结 我也没事 不好上学 我就随便写了几句心理话 弟子规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就是孝顺爸爸妈妈 为国家做贡献 弟子规让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 我之前什么人生的方向 人生目标 这跟我都没关系 但是我现在才明白 我的同胞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的同胞 你周围的同胞们 正因为有了你 人家过得更健康 正因为有了你 人家过得更幸福 正因为有了你 人家过得更快乐 这是人生的价值 我现在才明白 弟子规让我有了幸福的人生 我现在能做这个义工啊 我觉得很幸福 只要能在有限的日子里 为国家 为人民 为大众 做出有意义 有帮助的事情 我胡彬此生无憾 因为这是我爸爸妈妈 因为这是 这是我爸爸妈妈 大家 我家人呢 希望我做的事情 而且我最近呢 经常看到一些报道 这些报道很让人心酸 就人心都 人心惶惶 我看到这样一个报道 就是 也是最新的一个诈骗手段 我经常在台上 都会把它公布出来 让大家啊 起一个借鉴 他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 就是女大学生呢 去了个网吧 去上网 去网吧 结果被一个男生呢 就给骗了 这个男生把他骗到这个宾馆 开了一个房间 给他喝了一罐那个可乐 他就不省人事了 等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自己啊 他被泡在这个洗手 这个卫生间的浴缸里面 全部都是冰块 他会泡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浴缸旁边还留了个字条 上面写的 赶快拨打120 否则你会死 他就赶快拨打120 给那个大夫啊 医生啊 介绍了他现在的状况 大夫说 你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背部 他就检查他的背部 他就发现 他的背后 这个腰的这两侧 有两个刀口 这个男生呢 把这个女孩的两个肾 给拿走了 拿去干什么去了 拿去卖钱去了 这个男生 有学历 他有这方面的医学知识 但是他没有道德 他拿着他的本事 拿着他的技术 他知道 他知道这个女生 把这个肾取走 人套在这个冰块里 不会马上就死掉 他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学过 但是他就这样去 丧心病狂 丧尽天良 拿着他的本事去害人 拿肾 把人家的肾偷出来 去卖钱去 最后这个女孩啊 就被 送到这个 被120送到医院 等待捐肾 结果没人捐肾 这个女孩就死了 我学完弟子规 我看到这个报道 我刚看完 我脑袋里就想起来 弟子规的一句话 动物闹场 绝无计 斜屁是绝无问 这个女大学生 之前的什么都不要懂 就懂这一句话 她的现在这条命就还在啊 弟子规能救命啊 你说她落后 网吧 滴厅 这都是斗闹场啊 因为那种 老实说 这种感召啊 她那种 那种思想的人 心里不健康的人 她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在那 你进去那个滴厅 进去那种斗闹场 你就好不了 你肯定就会遇到恨祸 她有道理 她一点都不迷信 所以呢 我就希望 如果再没有 大家再不会 再没有一种教育 我们每个人都很危险 谁都跑不了 警察不来找你 那个反作用力 报应 自然规律 谁都跑不了 你可以说 你可能说好 这我不会有那么笨 我肯定不会 我肯定不会上这个当 但是你能保证你的家人 你的姐妹 不会遭遇到这种事情吗 谁都跑不了 最后呢 也是我这个 刚学弟子规 刚刚一年的时间 学的也很不好 做的也很不好 以上的汇报内容 肯定有很多 讲的不足和不到之处 还请各位领导和长辈 多多批评指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